好了, 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 我就簡單點了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簡單的炒菜 我看到樓下 那個菜檔有個 挺特別的 蔬菜 這個是 泰國的椰菜仔 我就買了大概 十兩, 因為想試一下 它好不好吃 買了, 這些 這些椰菜仔 就開邊了 這些椰菜仔 就開邊了 然後呢, 現在呢 這個椰菜仔很硬 不要看它細細粒粒, 滴滴滴滴滴 那我們呢, 現在就要 跟它飛水先 水啦, 之後 荔牌的了, 就要 跟它上味 一匙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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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標準起手式 可以令到 這個蔬菜就更綠 還有呢, 就是 有些味道的 一匙鹽 雞粉 然後呢, 我們呢 就 將這個 將這個 椰菜仔 就放進去 因為它比較硬 所以呢, 我們煮的時間 就比較久 要大滾的, OK 好了, 今天呢 就這個泰式 鹹魚炒 這個是椰菜仔 有這個 是鹹魚粒 少許就可以了 用膠魚 切了粒, 起了骨 沒有骨的, OK 跟著呢 然後呢 少許的蒜頭 辣椒乾 或者辣椒 一、兩隻都可以了 後期有些顏色 有些味 然後用這個 泰國辣椒糕 可以大家看一下 好 好了 那, 跟著之後 我們呢 就要是 大家會見到 我先頭給大家看的 椰菜仔 就沒有那麼綠的 沒有那麼青的 我現在呢 煮好了 煮好了 它一開始轉色 是不是更青綠 之前呢 那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 我強調 就算你多不喜歡吃雞粉都好 一定呢 你是要用雞粉 鹽和糖 三樣東西 一起呢 就放下去 就飛水 那當然你說 你不介意吃 即是 魚的 魚的菜 不靚的菜 不靚的菜 不靚顏色的菜 那我沒有你辦法的 好 唯有用阿麻的椒 不下 不下這個雞粉 鹽和油 這個很快滾的 滾一陣 大概 一大滾 大概滾它 大概 二三十秒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它 還是不夠軟 那我可以大滾的情況之下 這個呢 大概一分鐘左右 那這個菜呢 很簡單的 那好了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過來這邊 準備處理 那我就關小火啦 那我很多的菜呢 都要求大家呢 就不要 就是不要 煮得太久的 如果不是太軟 那這些椰菜仔呢 就有一點點硬 那所以呢 我就 就是 希望大家呢 就可以 是滾它久一點 好了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 開始繼續大火燒鑊啦 跟著之後 這邊呢 我就處理一下 那些 那些 椰菜仔啊 那要過冷河啊 那就可以呢 令到它爽脆一些 這樣啊 抹得它 乾乾淨淨 這個時候呢 見鑊呢 都還未乾水呢 就可以用紙呢 抹一抹它 抹一抹它 好了 那這次呢 我就用這個油啊 用這個 我自己自製的那種 麻香油啊 那就是一樣了 我們呢 就要先是 燒鑊啊 那呢 就要是燒它是大煙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下油了 大概兩茶匙左右 好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先是 炒了那些鹹魚先 那 記住啊 鹹魚你不炒過它呢 它就不會香口 和很腥的 OK 那我現在呢 就關小火它 跟著之後呢 就慢慢 炒那些鹹魚 就炒到它呢 就脆口啊 那完全脆口呢 那些鹹魚的腥味呢 呢 才沒有了 記住啊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些鹹魚呢 就很臭的 而且很腥的 吃到它 嘔吐的 那現在看一下它 那就開始呢 有一點點脆了 那一定要給點耐心啊 那現在呢 就是小火啊 OK 小火 然後慢慢呢 就炒到它呢 就脆口的 香口的 那 那我們用鹹呢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鹹呢 因為鹹呢 你這樣輕輕夾一夾它呢 你就感覺到它那種彈性啊 感覺到它那種彈性啊 感覺到它那種彈性呢 啊 那就可以是感覺到呢 它到底脆不脆了 差不多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啊 脆口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放這個辣椒啦 放這個蒜頭 放這個蒜頭 爆一爆 跟著呢 這個很快手 因為呢 很熱的 這個鑊 那我現在呢 就開大火了 跟著之後 放一茶匙 至兩茶匙的 這個是 泰國辣椒糕 稍微呢 這樣炒一炒它 好搞定 哇 還有我用夾有個好處就是 看到了 我一 發生意外呢 我就可以是 夾回那些 走了的菜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一些鹹魚 下去炒 本身呢 這個辣椒醬有味的 鹹魚有味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很少的鹽下去 少少輕輕就可以了 一汁仔 可能三分一茶匙左右 但是這裡有成十兩的 OK 正路按呢 這個是 調味呢 是要落 大概半茶匙以上的鹽 但是我現在落少少 三分一茶匙就夠了 那我之前都解釋了一個理論的 那呢 就糖可以落多少少 糖可以落多少少 因為本身椰菜有少少結的 好 最後尾巴了 灑少少酒下去 是 但輕輕呢 等它呢 就揮發了那些酒香 還有呢 就是那些水呢 是輕輕乾身 這樣就可以了 帶少少水是不怕的 那其實我這個呢 已經是給 那這樣就炒完了 那我這個呢 其實這樣的做法 已經是給正式的泰國餐館 那些菜呢 是更加少水的了 已經 但是這些呢 就不可以完全乾 一定要帶少少汁才好吃的 那大家看到了 那隻鑊很乾淨的 很香的 OK 好 那這個這麼簡單的菜呢 總結也都非常之簡單 我現在close up先 那 第一 這個是椰菜仔呢 就會是比較硬身的 就算even 是現在都 就是這樣炒完之後呢 都會有少少硬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要飛水的時候呢 就相對呢 就比我們正常的 那個 飛水的程序呢 就 多一點點啦 那 要大滾之後呢 就說緊的是 大概一分鐘左右 那如果 如果大家還想要軟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是 再加多三十秒左右 那現在我試試看它爽不爽 現在都很爽的 那呢 因為我加了火鹽呢 就不覺得它很激 但是呢 如果你 不是加多了火鹽 sorry 加多了糖 就不會覺得它很激 但是如果呢 你炒的時候呢 加少一點糖的話呢 那它就很大機會呢 就會稀的 OK 行不行 那這個第一 第二 這個炒法呢 就很簡單的 飛水啦 跟著之後 做料那方面呢 就是 蒜頭啦 這個辣椒啦 跟著之後呢 就是鹹魚啦 那我們呢 鹹魚呢 就一定是用梅香的啦 不過呢 我們要處理鹹魚大飯 如果大家呢 上一年見過我 做那個鹹魚炒白菜仔 那個方法 我一粒薑都不下 甚至今天 我都沒有下薑的 但是那些鹹魚 大家絕對不用怕 是不會臭 不會臭 亦都不會腥的 為什麼呢 因為處理鹹魚呢 只需要是 這個是我們 在正式入炸之前 我們炸了它 或者煎了它 煎到它脆口 炸到它脆口 這樣呢 它就會只剩下一些鹹魚香 就沒有了那種腥臭味的了 這個是處理鹹魚 入讚的時候的 不宜法門 甚至今年年初 我不是做過那個 鹹魚煎肉餅的 大家有沒有跟著我做 那裡一點薑都沒有 是不是 也沒有放其他的 減聲除聲的 這些助料 是不是 那些香料 但是大家吃下去 是不是很香的鹹魚味 但是一點都不腥呢 是不是 那個笑缺呢 就是我們 將鹹魚入讚之前 我們必須要將它煎透 煎到它甘香 煎到它脆口 那就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OK 至於炒的方面 就很簡單了 下這個蒜頭 這個是辣椒起鑊 那就記住 一定要背口缺 這個是不以百聞 因為為什麼呢 你想做到餐廳的風味的話 做到這個很好的鑊氣的話 就必須要做這個動作的 那當然 背口缺 那要那個煙呢 一定要出煙 出煙呢 就是達到這個 保證它一定有160度 跟著然後呢 我們才下了 那我知道呢 在外國呢 譬如說在英國我朋友 有個個案子 就是說它煎扒 大煙一點點 煎扒 它已經是 它這間屋已經是 開啟了 那在歐洲呢 即美國就不要緊 在歐洲呢 很著重那些 就是家居安全的 那它也都 就是有理無理 它每間的租那些 全部都裝了阿拉 那所以呢 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就我這個口缺 稍為是改良一下 那我沒有辦法的了 那我就笑鬼我朋友說 喂 如果你真的想吃 很和氣的中式菜 你是不是搬個石油器 去後花園自己 光架的時候慢慢炒 沒有人理你啊 最多當你燒烤而已 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那沒有辦法的 去外國 那所以呢 這個口缺呢 就要稍為adjudge一下 稍為 就是 見它出少許煙好了 不要出大煙了 知道嗎 好了 要炒的時候呢 也都很簡單 是不是 那調味那方面呢 就是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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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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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味 記得調味一定要放到最後 我先頭大約十兩左右 如果按照正常調味的份量 我應該最低限度要放大約1克 不是1克 3 3.7 5 6 6 6 再乘2 大概1.5克左右 正常調味 但我這次沒有放1.5克的鹽 大概只放了1克左右 1克也不夠 3分1茶匙的鹽 是嗎? 不是 3分1茶匙就是1.2克 這數暖了 反正調味越多到最後 我們要放的調味 鹽的份量就會越少 從而就可以達到少鹽少油的效果 大家都看到 這裡基本上 沒有什麼油 下面的就是醬汁 因為我加了酒 它本身也會出少許水 現在這個賣相 已經是比泰國餐館 他們的炒菜是少了水很多 不需要打氣 什麼都不用 可以嗎? 記住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要提一提 炒菜 飛水 我們要過冷河 炒麵就不用 好嗎?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是不是很簡單 是的 這碟菜 夠不夠的色? 在我家來說 當然是的色 因為我只是過咬人 吃泰國菜 因為今天我不煮飯了 我做什麼呢? 做韓式辣雞麵 然後再做個 五香六丁炒公仔麵 吃公仔麵都這麼多 是呀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拜拜